观众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5号的台股最前线 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最终是上涨了128点 来到了15417点的位置 是连续第三天呈现了一个上涨的走势 但关键在于今天的一个台北股市 终于回到了季线以上的一个大关 因此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当然我们透过包括美国股市的一个表现 或者说是就台积电的一个股价 已经来到了季线以上 这两个方式来告诉大家 台北股市挑战季线 我想这个是势必会去做一个达成的 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因此今天的一个行情 我想也是呼应了我们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看法 不过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行情回到季线之后 当然会有很多人告诉你说 这个行情会持续往上去做一个攻击 或者说对于大多数的一个投资朋友来讲 这个时候应该不会再怀疑 这个行情会不会再出现反弹 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夏老师反而要告诉各位 在这个礼拜它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周 它会决定你抢这一波的一个解套行情 或者说是反弹行情 你能不能够赚到比较大段的一个部分 然后工程升退之后去准备下一波的一个行情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因为事实上大家看我们的一个测标 或者说是在上个礼拜五的节目里面 其实我们都跟大家谈得非常清楚 我认为这个行情在这个礼拜的上半周 它会是一个比较有利于多方的架构 但是在进入到下半周之后 行情可能就会出现一些比较震荡的走势 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大概最主要可以从两个技术面的一个角度 来跟大家去做一个分析 首先今天站上季线 对不对 大家都说季线是生命线 所以站上季线代表的是一个多方架构的一个表态 但是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现阶段季线的一个位置 请导播稍微带我们带近一点 目前是在15369 站上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一个箭头 它的一个箭头是往下的 这代表什么东西呢 代表它现阶段这一条均线 它还是属于下弯的一个结构 那下弯的一个结构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基本上你可以观察上一次 就是由下往上去突破下弯均线的时候 台北股市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时间点不久 就是在大概一个月之前 当时其实台北股市先攻到 所谓的一个月均线的位置 对不对 所以你从月均线的一个角度来看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段基本上月均线都是呈现了一个 下弯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站是站上了 但是后续的一个行情先进入了 接近快三周左右的一个震荡整理 为什么 因为就是要等整个均线开始出现翻扬之后 那个才会是下一波发动攻势的一个起点 或者应该这样子讲 不只是可以所谓的一个均线的一个角度 如果从KD指标的一个角度 当时我是不是也告诉大家 你必须要去做指标的一个修正 所以这一波修正下来之后 基本上把空间拉出来之后 后续才有往上攻击的机会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现阶段来到季线的一个位置 但季线是呈现下弯的状况之下 原本它就比较容易出现 所谓的震荡整理 但为什么分成上半周跟下半周 因为在这个礼拜 礼拜三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是台指期八月份的结算日 所以大概可以预期就是说 这个过程当中外资当然希望 因为现在外资是这个 台指期进多单最大的一个持有者 他当然希望这个部位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指数 能够推得越高越好 但是当结算完之后 所谓的短线搁空的力道 或者说是拉结算力道 它就会消失 而且我们刚刚所谈到 不论说就季线扣体的角度来看 或者说是就KD指标 KD的指标它用的是九天的高点跟低点 所以今天在这里 明天礼拜二就会是这一波回测的最低点的位置 到了礼拜三 整个行情的低点会快速往上去做电高 因此KD指标除非行情出现大涨 而且还不能够流上影线 要不然整个指标它都会往下去做修正 因此这个是在整个行情的操作过程当中 下半周大家要特别留意的一个时间点 当然我知道讲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心中有一个疑惑 我们先帮大家去做解读 为什么我会特别谈到说 这个礼拜的一个行情 它会决定你这一波解套行情 到底做得好不好 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过去我们讲过 解套行情它分成三部曲 那当然过去我们在讲第一阶段的时候 大家都不相信嘛 都认为这个行情 哪有那么快就能够出现 所谓的一个大幅度反弹这样的一个格局 但问如何经过了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 拉了接近1500点的一个行情之后 大家应该已经相信 这个第一阶段的一个行情走势 但关键在哪边 关键在于第二阶段 行情反弹接近满足点之后 你要开始降低手上的持股部位 操作短打为主 严格执行听寸 这个是我们在大概半个月之前 当时跟大家所讨论到的一个重点 因此讲到这个位阶大家当然多多少少会担心 老师那下半周它会不会转化成第二阶段 我必须要告诉各位 原则上我现在的一个看法 我认为还是会跟前一波 在这个所谓挑战越军线的过程里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整理之后 再往上去做攻击 但是有没有可能发展成第二阶段 就是那个弹幅的满足 这个你要看整个回档的行情 他怎么样去做修正 所以我在上周其实我也跟大家谈到 强势修正弱势修正差别很大 强势修正会以15000点作为一个主要防守的一个关卡 如果跌破那当然相对而言 可能就不是来这么样的一个理想 所以在这个礼拜 我想其实大家要做的事情非常多 或许大家会看到说 老师那如果只剩下上半周 两天的一个行情 那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干脆就 不要操作 或者是说这个时候加入会员可能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因为我刚刚强调嘛 在这个礼拜 事实上你要知道什么样的时间点 你要去做比较积极的持股调整 所以包括你前波套上来的 很多人都没有去做持股调整 对不对 前波套上来的持股 在这一波的一个行情 无论如何 就算他不是第二阶段的一个起点 他都会是一个震荡的走势 所以你要把握住上半周的一个短多行情 开始去做一些持股上面的一个调整 因此你把资金抽出来之后 下半周如果有出现回档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才会有比较好 充裕的资金也好 或者说是回档整理之后 要再发动公式 你才会有比较多的一个资金来做一个进场 好那这个部分 行情的架构 今天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跟大家做分析 因为我觉得这个礼拜的一个行情真的很重要 如果你不会做的话 他可能会让你的 过去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努力都白费 而且吐回去 这个是投资朋友要特别注意的一个重点 所以在这个礼拜 其实我说真的买股票其实还好 卖股票比较重要 你要必须要会卖股票 才会是这个礼拜 我觉得最关键的一个事情 因为我相信我这样子讲 大家其实应该心中会有一些感受 什么意思 我们先来看一档个股 这个是今天股价修正幅度稍微比较大一点的 叫做2603的长容 今天跌了4.32% 我先讲 我没有一下说到好一下说到不好 当时其实我在节目里面 其实跟大家谈的非常清楚 我说就航运类股的产业基本面来看 下半年一定不会跟过去年 这个同时间表现一样来这么好 对不对 当时其实我们已经有先跟大家强调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股价跌下来 我相信应该会有很多人跟你解读说 航运类股的产业景气就是不好 对不对 或者是跟你谈到 SCFI 这个是上海出口集装箱孕价指数 它每个礼拜公布一次 上个礼拜我公布出来的数字是3562点 它是连续9周呈现下跌的一个行情 但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投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你说今天的一个下跌是因为 SCFI的一个下跌吗 我告诉各位 那过去8周的下跌 为什么它不跟着下跌 所以我跟大家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于说 基本上做股票 有时候它不是单纯只考虑 所谓的基本面的条件 很多时候它考虑的包括市场的气氛 包括了事件的交易 我们过去跟大家谈过 财报的公布 当然是属于一种事件的交易 包括了筹码面有所谓的嘎空 或者卷资比过高 类似这样种种的一个情形 它不是单纯用一句基本面 它就可以含瓜过去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今天的一个股价出现回答 或许这个时候 其实投资朋友才发现说 航运类股原来攻上去要卖 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是夏老师节目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你是夏老师的会员 这一波的行情 不要说那个解套了 我们还带大家有那个所谓价差的一个操作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看7月21号当时 除息之后首度收当天最高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闻到了 股价开始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当时其实我跟大家所谈到的一个重点 我不是要做一个大波段的一个操作 我那时候跟大家所谈到的就是 我要做它的一个财报行情 大家还记不记得 所以你可以回去看 我们过去这段时间的节目的回放 在YouTube上面其实都有 当时我们就已经告诉大家 我们要做的是所谓的财报行情 我没有要跟你做它的产业的一个基本面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应该这样子讲 就好像什么时候你知不知道 就好像这一段的一个过程当中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 为什么它的一个股价会出现大涨 很重要的关键 不是它的产业基本面好转 而是在于市场期待它的高现金殖利率 所以当它公布殖利率之后 后续股价是不是就崩盘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一样的一个概念 我不是讲说这一次会崩盘 而是在于说 它已经把它可以用的利多讯息 把它全部做用完 所以当时我们跟大家所谈到 基本上财报公布 然后我认为它会一路向那个除息缺口来做挑战 所以我们在100.5出一拜 8月10号上个礼拜三 105元全数做获利出清 这个我们都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谈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去想一个问题 即便你是看节目的观众朋友 你在礼拜四的时候你去做一个出场 不要说开盘价或出最高啦 就让你出在收盘价的位置103块 跟今天事实上也有3块半的一个价差 对不对 或许大家会觉得不多 但说真的有时候这里差3块 那里差2块 这里差5块 累积起来 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 而像我们当时在这个位阶去做进场 然后100.5出一半 105做一个获利出清 谁说航运类股不能够贫落操作 差别就是在于你在什么时候去做进场 在什么时候去做出场 你只要把握住了 其实一样可以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价差 对不对 好那除了这个部分之外 另外一样的概念 夏老师都举自己买过的股票 去跟大家做例子 我没有要去打击你的持股的信心 或者是怎么样 我只是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你要懂得卖股票这件事情 它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或许很多人跟夏老师说 老师我们讲你节目不定 你说你买什么股票 我何必要参加会员 对不对 但是你要去想的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你的买点 跟我的会员朋友是不是一样 第二个你的卖点 跟我的会员朋友是不是一样 所以你看长龙的例子是这样子 3163的一个波罗位的例子 是不是也是如此 50.6当时股价拉上去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去做一个追高的操作 后续股价出现震荡 也许啦你会有买的比夏老师低的时间点 但是那个时候你一定不敢进场 对不对 好然后一路股价 两根涨停板之后 我们在61块2跟62块8 两个价格我们去做获利出清 好那抓一个平均值的话 就是62块 所以你回头过来看 当然这个过程 我们在这里进场 这里出一半 这里全数做获利出清 你今天拉回来看 今天3163波罗位的价格是多少 是59块7 所以我要讲的一个概念是说 很多投资朋友你说后续股价可不可以再涨 当然它的获利很好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去想的是 你要花多久的时间去赚到那个价差 那万一如果没有上去的话 股价再往去要去做修正 你花了这么长的时间 结果最终的结果是小赚 或者说是甚至你买在相对高档 去做套牢的时候 我会觉得比较可惜一点 所以过去这段时间当中 我想我们操作的一个范例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当然我们不是要跟大家讲过去 因为我知道大多数的分析师没有绩效的时候 就会讲那个6月份7月份 或者是8月初的事情 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现在进行式 上个礼拜你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我讲到一件事情 我说来挑战季线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要买什么样的一个股票 那个时候我是不是给大家一个建议说 你可以往生计类股来做一个出发 当然你要你对升级股的看法是什么 或者说你要选哪一档升级这个股 这个我们不知道 那个你想选的股票未必跟我们一样 但是当时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 其实也跟大家谈得非常清楚 我们做两档个股 一个是6472的宝瑞 另外一个是1789的神龙 所以今天的宝瑞 当时我是不是跟大家谈到说 我认为它的EPS应该在3块1到3块2之间 因为当时我们估的是3.16 所以我们就抓稍微一个阶段 结果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那时候做的 其实我们很常做在财报公布的那个时间点 因为大概你可以去回推 它什么时候可能会公布财报 以及它的获利表现怎么样 但无论是多少 基本上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宝瑞当时所公布出来的 第一季是2.62 第二季不论是我们估的3.16 或者说是它最后公布出来的结果是3.52 它都是优于市场预期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股价它是不是一样有表态的机会 所以当时我们在264 去做一个进场的操作 然后你看一样的概念 我就问各位你看夏小时的节目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今天股价先开高之后的震荡回测 275 263.5这个高低差差了11块半 投资朋友你敢不敢去做进场 那如果你不敢去做进场 后面这一段都跟你没关系 甚至有人可能在拉到290块钱的时候 去做一个进场 去想要拼股票所涨停板 我这样讲没有错吧 很多人喜欢去做当冲的操作 但是我只问各位说真的 你去做当冲的操作 如果在上个礼拜 我们当时是买264我记得最高是来到269 让你冲最高点好了 5块钱的空间扣手续费 扣交易税大概3块半 那今天股价打回来 说真的你不会再去注意这张股票了 对不对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下去不敢买 或者是你上个礼拜把它冲掉 到后来拉起来 又想要去做掌零板的一个冲销 我告诉各位其实真的不用这么忙 就是说真的如果真的手上现金操作 做操作资金不是特别够 我觉得一步一脚印慢慢把它累积起来 不要去做那种比较投机 而且容错率很低的一个操作 就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我不是说当冲不好 只是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如果你什么都还没有学到 这个时候你选择去做 因为你资金成本的关系 你选择去做当冲 说真的有多少钱其实都不够输 你想的是你要怎么样去做操作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选择在287 先获利卖出一半持股 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264到287 就算你只有一张 它也是2万3千块的价差 对不对 就只有一张持股 它也可以拉出2万3千块的一个差距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你这里没有出 然后股价要打下去 又刹在最低点尾趴拉起来 说真的其实很辛苦 所以才会跟大家提醒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礼拜 我们刚刚谈了很重要 然后操作的过程当中 其实很重要的关键 不是只有标的知道 买点知道 更重要的是你手上的持股 要怎么做调整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早上 我们去做的一个持股上面的调整 那原则上神龙 我们就没有出场了 因为股价是有走高 但是拉的幅度不够大 所以我们会选择先行做续报的一个动作 但无论如何 我想大家看我们的节目这么久 我从来没有那种股票突然出现 股票突然消失 对不对 然后到时候再拿一张过去的图卡 跟你讲说哪时候讲过 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必要 就是还是那句话 如果一个分析师 他连自己的操作的股票 都要遮遮掩掩 今天这个表现不好 就摆在旁边不讲 买一档新的股票 然后讲那个新的股票 明天这个新的股票不好 又把它放在一边 又拿一档新的出来讲 我觉得这个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不是说他没有做 而是在于你如果资金没有办法去做控管 你如果档数没有办法去做控管 说真的 你把你的资金拆成 我说真的十等份 其实我觉得都很多 对不对 那甚至有那个买十几档 二十档的公司 一档股票买5% 我问你 今天一档股票如果让你涨一倍 你能够赚多少 也就是赚5%而已啊 对不对 所以资金一定要集中 而且你必须要知道 如何去买如何去买 所以在这个礼拜 我想我们跟大家谈到 这个礼拜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周 不论说他是不是第二阶段 应该这样讲 就是下半周的一个震荡回测 到底是第一阶段的休息之后再攻 还是第二阶段的起点 不论是哪一个 你都必须要懂得怎么样去调整 你手上的持股 所以对投资朋友来讲 如果说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操作 或者是说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你认同夏老师跟大家所谈到的 反败为圣要的方法 这不是一句口号 你必须一定要有资金的控管 跟操盘的一个方式 如果你认同夏老师 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做操作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络 第二阶段节目回来 我们会告诉各位 除了我们刚刚所上半场 所谈到的族群之外 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焦点 我们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成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可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金钱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成东斗铺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成东斗铺值得托付 0R 2752 5% 6% 2752 5% 6%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这个地方先说明一点 那基本上即便是第二阶段的一个起点 它也不是一个空头的开始 所以原则上我们这个时候不会先考虑去做避险空单的一个操作 但整体来讲就如同我刚刚所谈到的股票来到一个位阶之后 因为毕竟是解套或者说是反弹的行情 有些个股该调整 投资朋友你还是应该要站在调节的方向 那个股不做偏空 不代表期货不这样做 因为我们期货的操作 是每天 每天都会试着当天的一个行情来做调整 不过今天我稍微讲的快一点 因为没有成交 所以我就不多谈 我们在10点01分的时候 15400正负5点去做空单的进场 基本上最高点来到15395 后来还有一个15396 好那你说要算吗 基本上我还是觉得要碰到那个 我们挂的那个价格来讲会算会比较好 但问如何 他在这个地方震荡整理一段时间 后来我在11点30几分 请我的会员朋友把那挂单取消 那那个时候应该是15385到15390之间 也就是说 好即便你空到那个时候补应该也是赚钱 但是我觉得算这个东西没有意义 所以整体来讲 后面有嘎起来 但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也嘎不到停损 因为我们大概停损都是 会抓一个比较整数的一个关卡 所以如果以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是15450 但问如何后续也下去 因为基本上从10点过后 波动就变得比较小了 那没有做到没有做到就就这样子 只是跟大家交代 我们一样有做一个操作 好那其他的两档个股 当然我们一样帮大家做追踪 你看系统电 我们那时候应该是在40.65附近 去做一个进场 然后呢 今天的股价最高来到41.75 收盘是41块半 我简单稍微谈一个概念 就是说 现阶段 中国因为说高温 温度太高 然后用电太多 缺电 所以现在要还电渔民 有一些工业区 他现在是限电的 好但是我要讲的概念是什么 我没有要去跟你谈说什么 哪些公司被限电 哪些公司营收可能受到影响 我只跟大家谈一件事情 你说同样的状况台湾有没有发生 至少应该这样讲 电力不是太稳定 对不对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 对于除能系统的需求 一定是增加的 所以今天的股价是回到季线以上 他股价已经回到季线以上了 现阶段离上档的套牢区 大概还有六七块钱的空间 这个部分大家自己做参考 然后6129的普城 当时是买379 然后一路到上个礼拜波动比较大 今天一样是大幅度的一个震荡 但股价也没有出现转弱 目前为止没有看到这样的现象 38.15 28.15 如果突破WD景线 你觉得他股价会只来到这个位阶吗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做持续观察的 当然整体的买进场跟出场 还是必须要看盘中的一个状况来做决定 所以我们才会跟大家讲 好的股票要会买 同时你也必须要懂得卖出 尤其在这个礼拜异常的重要 所以如果说投资票你不知道怎么做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夏老师来做操作 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8月15号的台股最前线 谢明哲老师声明书 市场上有诈骗集团盗用谢明哲老师的照片及简介 成立Lite群组推荐非本人操作至股票 及收取不当之费用 谢明哲老师在此慎重声明 本LiteID为atmoney27525868 ParaigonID为明哲888Y 无其他群组 请投资人切勿受骗香港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